今次的研究是由基督教新希望團契明光社 和我們香港樹人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一起合辦的 我們主要今次的研究對象就是想找一下香港的市民 特別是年青人在世界杯前後期間 他們對賭博或者賭博的參與程度和一些看法 其實今次的研究也訪問了五千多位香港市民 其實當中絕大部分因為年青人緣故都是學生 我們今次找到的資料也非常有幫助了解究竟 因為事實上在馬會或者外圍賭博的情況在香港 以我們所見其實都是越來越普遍或者是越來越刺激的 在今次研究中我們發現特別是一些未成年的青少年 其實他們在世界杯期間或者在世界杯之前 其實他們已經很容易去接觸到一些賭博的資訊 或者甚至是參與賭博的 我們在研究發現其實雖然真正參與賭博的青年人的比率 在數字上不是太高 可能只是個位數字少過5%的人數 但是其實他們譬如在他們父母或者在他們新的朋友裏面 其實都有幾大的比率其實已經是有參與賭博 其實他們也都相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或者簡單地說 他們在譬如在雖然沒有正式去到馬會 或者一些賭博的外圍網站那些去到下注 但是其實他們在朋友的圈子 就是身邊接觸到人的圈子裏面 其實他們已經去所謂一些身邊的人去賭餐飯 或者賭汽水的情況也都很普遍的 而另外另一個問題我們發現都很令人擔憂的就是 雖然在我們一直賭博的認知 或者我們一直成文的規定下 未成年的青少年應該不能夠正式參與賭博 但是在我們的研究發現有為數不少 就是接近是300個青年人裏面 有兩個其實他的回答上面 他已經能夠透過馬會的 無論是網站、手機應用 甚至有些人回答他能夠在投注站裏面下注 這個情況是令人憂慮的 因為在我們的常識底下 未成年的人士理論上是不能夠透過馬會下注的 所以這個情況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去關注 而另外一樣東西我們研究都發現的就是 在投注方式上面 在傳統的投注方式 譬如是在電話、短訊 或者是馬會等等的方式下注 以及現在的新興的投注方式 例如是在網上投注 或者是手機應用程式投注上面 其實這兩類的投注的人士 其實他們的情況都有不同的 特別是說如果是受過網上 或者是手機下注的人 他們下注的頻率會較高 以及他們成癮的情況都令人憂慮 譬如是說 他們已經受到一定程度上生活的困擾 或者其實他們在投注上面 借貸的比率都會較高 最後我們也都因應借貸這個問題 去作出一些分析 就發現如果真正是參與賭博 或者嚴格來說賭博 他們如果已經出現借貸問題的時候 其實本身他們受到 他們無論是自己個人 或者是他們在生活上面 受到影響的比率都是較大的 在這個研究結果方面 我都給大家少許建議 例如在青少年那方面 其實我們可以多些關心 我們身邊的少年人 特別是年青人 因為現在 尤其是我們已經有一些 比較新興的賭博方式 例如在網上 或者手機應用程式方面 其實我們都比較難 好像傳統那樣 我們會見到一些所謂 馬會的收據那些 其實都比較難見到 但其實如果你細心一點 都可以看到 譬如是少年人 他們會不會偶爾就去看看手機 又或者是在網上 經常很怕別人看到 他們上什麼網 其實都是一些徵兆可以見到的 而另一方面 關於青少年賭博方面 我都建議其實 政府或者馬會方面 都真的要注意一下 究竟他們能不能夠嚴格執行 我們所說的 即未成年人士 是不能夠參與賭博這件事 我們也希望大家 社會大眾是要關注這方面 要是多佛 基本上的 5點 4點 7點